想像我們教地產也好,教任何課程也好 譬如教地產這樣說 教完之後,通常我會最後補一句 各位同學,當你們考到這個地產牌之後 你要記住,你要成為一個成功的地產從業員 你要將我所教你的東西全部忘記 或者記住它做相反的東西,這樣你就會成功了 這些是很特別的我,我才會這樣說 如果正常人說不會的 似乎我們都真的要找個地方 所以各位朋友,如果有地產的朋友也好 或者你自己有一些你認為合適 大概都適合我們做 其實我的範疇很大 由實用面積六七百尺到一千尺左右,我都可以的 可以叫我,當然要計算我便宜一點 到時候我會和你業主說 你香港人在,很威風,難得我現在又不肯和你租 你便宜,你便宜幾千元 我一次過給一年租就行,兩年租就行 我一次過給,沒問題的 便宜最重要是方便 就好像我們這裡那麼方便 讓大家都可以隨時上來 很容易很方便 我們去遊玩是很方便的 吃東西,叫一下雞 全部都不需要隔魚,就可以去到 這個優勢 至於BNO實際太多人,我何時再搞BNO 好,我講簡單一句 是你問我,我問誰 好多人很心急 好多人很心急 為甚麼呢?當他們知道BNO的奧妙